老溜溜尝试 立即了解中国朝代 那中国人嘛 了解一下中国历史 也没有错 那甚至新加坡啦香港啊 台湾啦 虽然不在中国 不在大陆呢可是了解一下 都是炎黄子孙嘛 祖先都是来自 来自那个中国大陆嘛 所以了解一下中国朝代也没有什么不好 你说现在比较年轻的 就比较不重视历史 年纪再大一点嘛 以后就会慢慢重视 就跟嘛人的跟嘛 那中国呢朝代 其实看起来很复杂 其实 也可以化繁为简 就是说把知知解节那些弄掉 比如五湖乱花 五湖十六国 那谁记得住十六国 你去问历史专家 如果他已经准备好他还答得出来 那那边零食他吃饭的时候你突然说 哎给我背一下 十六国他一下背不出来 没办法 那我们就把一些知解的东西把它去掉 那你说中国就从史先史 就是说中国就是大概 从商朝开始 是有信使就是有信物的 就是有考古挖出东西的 那夏朝以前呢 就是还是传说 外国人不承认 当然中国现在早就已经了 在进那个断代史的这个工程了 就是社会科学的开始挖 也有一些成绩 但是还要有系统的把它整理出来 那西方人全世界才会承认 好所以夏朝现在基本上 这个考古有一点成就 但是传统的还是到商朝开始 好那我们中国史前时期呢 我们有全世界都一样 旧时期新时期 可是那个东西到底有没有文明 那不确定 因为是有时期啊 可是没有文字啊 那当然语言是没有录音啊 那更没有啊 对不对 可能挖到一些骨头啊 一些那个石头做的东西啊 可是有没有文化 那没有文化 那是比猴子好一点 然后到了传说就是史记呢 就三皇五帝 那它相当于新时期 然后有黄河文明 中国是从那个黄河 由北往南 可是那个是传说啊 什么福西岁人 神龙啊 什么女娲啊 公公啊 什么什么祝容啊 一大堆三皇五帝 什么库啊 太号少号啊 姚舜啊 那都传说 没有找出证据出来 就司马前写了 当然还有其他的 一些古书写的 你不管问司马前 或那些古书 来 你为什么说有三皇五帝 来证明给我看 当然你也问不到 他早就做古了 就算他活着 他说我也是听说的 因为最早要写史记嘛 汉武帝嘛 汉武帝已经是 已经是到公元了 那公元你看 三皇五帝 根本连时间都没有了 你看下朝 最早21世纪 就2100年前 我们就算 那个 司马前写的时候 是公元 就算他零年了 那应该是公元 把几十年了 那2000多年前 他哪知道 他一定说 我听我爸爸 听爷爷 听曾祖父讲 一代传一代 没有证据 那夏朝呢 那是我们公认 第一个朝代 那当然又有很多种讲法 那后来学者呢 也研究出来说 比如说 姚或者是顺啊 他就有一个 比如说唐姚于顺 最早就有一个 更早的唐朝 不是那个 汉唐那个 还有一个 那个唐姚于顺 还有一个渔朝 那但是 还不是一个主流的说法 所以我们还是以下朝 就西元前 两千 一个世纪一百年 2100年 一直到1700年 就是从大雨之水开始 可大雨有庙 有传说 那大雨的骨头有吗 哇塞 没有 有没有什么下雨 那个时代 刻在龟甲上 亲笔签名的 没有 或者大臣 他的大臣说 我是下朝大臣 什么都没有 什么 什么都没有 传说 那商朝呢 为什么 甲骨文呢 甲骨文那是证据吗 因为考语学家 就是要证据吗 当你证据 有很完整的 有不完整 那至少要有 所以现在说 世界上最早的字 就是那个 没所不达米亚那边的 最早苏美人 象形字 那些形文字 都是像钉子一样 横的直的 谁也认不出来 到现在还没办法认出 大部分 可是他至少 他是文字啊 那外国人至少 推敲了一些 大致上的意思啊 那总有一个东西嘛 那商朝至少 他有甲骨文嘛 所以他是西苑前 1700年 应该说 1100年到1700年 那也很早了 可是问题是呢 你就算 商朝一开始了 从商朝商汤嘛 可是商汤也找不到证据啊 找不到骨头啊 找不到他的 他的科下的文字啊 那就算嘛 1700年也算嘛 而且公元2000年 也不过3700年嘛 所以我们一讲 中华文化5000年历史 老外一砍 就砍到3000多年 连3700都不承认 他给你弄个 3500 3300之类的 所以我们中国一听 一跟老外就吵架 我们就5000年啊 老外就没有 最多3000年 3000多年 而且嘛 3000多年是给你面子啊 你看西州 周朝 对不对 你说那周文王 周武王 也没有挖到坟墓啊 那你说 连这个周朝都 对不对 都1000 你说11世纪 1100年到现在 不过3100年啊 对不对 那我们说 到了孔子 大概就没问题 孔子才西院前 550年 那加起来 也不过2000多年 因为 所以中国历史 有时候伤脑金 你真的是 真的是 很仔细的推敲 一定要有讲证据 时间越来越少 从5000年 变4000年 3000多年 变3000年 变不到3000 2000多年 那到最后 真的是2000多年了 是不是 越来越糗 而且 2000年前 是 汉朝的时候 汉朝那时候 也是 东西 也不是很多 所以这个 这个很麻烦 时间越讲越短 所以那个 商朝呢 过了以后 就周朝 我们讲下商周 周朝大概就没有问题了 对不对 各种文字啦 什么 那个 那时候大传嘛 传书 那之前是经文嘛 周朝又用经文 就是那个 就是刻在那个什么 刻在那个 顶啊 刻在顶上面 好 那周朝我们就分 西周跟东周 西周十一 十一世纪到七百多年 到了春秋战国 就比较热闹了 所以我们一般人 从春秋战国 因为干嘛 有孔子吗 有朱子百家吗 有老子吗 韩非子吗 商鞅吗 一大堆的朱子百家 是吧 就开始比较热了 所以中国 文明文化 最发达的时候 就是百家之民 结果后来 越来越差 所以 一些伟人都在春秋战国 奇怪 所以世界各国 很多的文明都是 一开始很棒 西方也是 一开始 希腊文明 哇什么 连那个地球是圆的 都知道 是吧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还弄世界上 弄了一个 超级大图书馆 后来就不行了 西方到中国 又变成 又变成那个 黑暗文明 又倒退 人很奇怪 地球上都是 很多一开始就很棒 后来就断掉了 然后到了 三百年前工业革命 又开始进入现代 又不一样 很奇怪 那春秋 战国 春秋五霸 战国七雄 秦楚艳寒 赵魏秦 那到了秦朝 秦始皇呢 秦始皇也不远了 也不过是西元 前两百多年了 到秦朝 那这边西楚 就西楚霸王 就是项羽了 因为他也称王嘛 那秦朝就被汉朝干掉 那这边开始 我们就要知道一下 各个朝代他开国的大老板 大老板这军属 对 秦大是秦始皇嘛 嬴政嘛 中间弄了一个西楚霸王 这西楚霸王 天王我也 本来很强啊 力敌万人啊 就打不过刘邦 因为他个性不好啊 动不动发脾气啊 人才留不住啊 就人才都跑到那个刘邦 那刘邦就一个痞子 讲 南天这痞子啊 他以前小小的亭长嘛 就现在可能一个顶多是一个里长嘛 可能里长都不到 结果 但是 什么都不会 就是嘻嘻哈哈 也不太骂人 但是有大志 人很好 大家全部投靠他 就他就 刘邦就建立了汉朝 所以我们很多朝代都有分什么东西啊 南北啊 为什么 中间断掉了 所以刘邦建立了汉朝的西汉 本来做的不错 到了什么文景之志啊 到了汉武帝啊 都不错 可是反正传到最后呢 都传儿子啊 不管大儿子二儿子 总会传到白痴啊 不长进的啊 反正都是这样子 通常末代那个 就是 就是笨笨的 或者 或者很坏 要么就是 很笨 老是那个被换官啊 被大臣呼隆 要么就是 很坏 太暴虐 天家人受不了 所以他被那个王莽 那王莽是很厉害的人啊 太厉害了 所以王莽串了他 可是 人 人再厉害呢 可是 一开始他就想学奏功 不想串 可是很多都是这样的啊 你不干 你下面抬轿子 大将 大臣不干啊 所以串掉西汉 那可是后来呢 那当然就是 人都是这样子嘛 就是 会自大 啊 那个 头大 大头正 然后那个 那个 就被 汉光武帝 刘秀 中兴 开始 建立了东汉 那东汉呢 那当然 一传 反正都是这样子啊 为什么中国历朝历代 会这样演变呢 反正一开国 都是那个 国军都是很强的 要么文要么武 反正下面一定有文成武将来帮忙啊 然后一定要做人有大气一点 可是传一传 中间传几个可能还仔细选一选 传到后来 停下太平太久了 结果传到了白痴 白痴的后代子孙 或者很霸道 很凶悍 我不懂事的 所以汉朝又不行了 就是 反正都是要么被宦官搞了 要么就是 大臣啊 大臣啊 互相在那边内斗啊 要么武将跋扈啊 反正都差不多这样子 进入三国时代 最强的当然是魏啦 就曹操那边的 那三国演义是以蜀汉的刘备为主 因为他是姓刘嘛 汉家的人嘛 然后吴 就是像江南那一带 浙江啊 江苏那一带 深泉 到三国 然后三国呢 是被魏统一了 可是呢 魏又被那个司马 司马 司马仪 但是司马仪 他那个死的时候还没统治 就是 他两个儿子 司马师 司马昭很厉害 结果传到他 孙子司马仪来的时候 就正式的干掉了 成立晋朝 晋朝也是一样啊 又分西晋东晋 为什么呢 又是中间断掉了 就开始五胡乱滑了 那西晋传了几代 又碰到白痴的皇帝了 就进入五胡六国 十六国 然后呢 那个 然后那个 有一个叫 东晋开国 那个叫司马瑞 司马瑞呢 就建立东晋 可是东晋呢 就基本上在南边了 所以中国有几次 那个民族大迁徙 一次就是在东晋 就是没办法 五胡十六国 贱人就杀 杀汉人啊 所以汉人士代夫啊 还带老百姓 就就就就往往南走 所以慢慢就从黄河 北边的黄河 到南边的长江流域 当我们现在是 长江流域 这边是比较兴盛的啊 在古代的话 是黄河流域 但经过什么 五胡十六国啊 那些一大堆的啊 然后就慢慢 逃到那个长江 但聊到长江以后 因为那个黄土高原那边 土也土植啊 什么种植也差一点 就长江流域啊 这个种植什么风景啊 比较好 所以就不回去了 这就变成以南方为中心了 到了东京 然后那就是乱七八糟了 晋朝跟五胡十六国 五胡就是匈奴 鲜碑结低腔五个胡 五个胡呢 就建立了十六国 其中有了一胡建两国三国 五胡 然后到了那个 就是 就宋旗良城 因为天家大乱 宋就是流域嘛 所以 历史就是后 就是 比如叫后宋 后旗 免得跟那个宋朝那个弄在一起 或者叫别别的名字 但我们这边是叫宋旗良城 那只有宋 这个宋是跟后面的宋是 就不要混在一起 那北方还是乱啊 还是北魏啦 西魏东魏啦 你看北州北齐 那 所以这边稍微讲一下 这个 这几个 你说 北魏北齐这些不用去记啦 因为这些都是北方的匈奴人 可是呢 就稍微知道 北魏他姓拓拔 那现在拓拔就很少 叫拓拔 一听就名字啊 就是胡人的名字啊 西魏东魏是元 一元两元的元 一元父始万象更新的元 那北州呢 就是语文 比如有名的语文化籍啊 语文太 什么叫语文 一听完 反正是复兴的很多拓拔啦 这个语文啊 当然还有 他们音译过来的 那个就是胡人的姓 那那个 北齐呢 姓高 他就从汉朝的姓 所以他就是 那简单讲呢 就是 宋就是 历上后来我们就叫他 这个刘宋 刘宋就是刘裕 他叫刘裕 然后骑就我们叫南骑 萧道成 梁就是叫那个 南梁 都叫南 南方 南梁的萧衍 那臣也是南臣 叫陈霸仙 这些就是乱世 乱七八糟 结果天下 就是三国元一讲的嘛 就是 分分合合嘛 分酒必分 合酒必分 合酒必分 分酒必合 到了隋朝 出了厉害了 杨坚 就出了杨坚 隋文帝 统一天下 可是呢 大儿子还不错 结果仲记 就传给那个 一个就是 比较阴险的 比较会做戏的 传给 传给杨广 水阳帝 搞坏掉了 当然又有人说 水阳帝是好皇帝 但是一般认为是 因为他那个 大兴土木嘛 开到大运河啦 还有几次去 那个 去蒸发高丽 就是 就是那个 就是花太多钱了 结果 没办法 就到唐 我们最有名的 李世民 就建立了唐朝 那唐朝当时 中国 中国就是 汉朝是大了 汉唐嘛 汉唐啊 那个宋啊 明啊 这几个都大朝嘛 你看他时间吗 618 907 907 因为中间被那个 武则天串了一下 他 他那个 907 到那个 这个数字好像有点乱 反正唐朝是一个大朝 然后唐朝呢 到后来又不行了 然后又被那个 又被那个 天下大乱 又开始就进入我们叫做五代十国了 那五代十国跟前面的南北朝一样了 就说 就是那个五湖乱华时候一样了 这边 这边是叫南北朝了 就是那个 呃 朱里十六郭 梁唐靖汉州 那是五代 也是一个 一个乱世 那五代呢 然后 又是南方的汉人嘛 那 北方的又是辽啊 金啊 西相 那你看 辽呢 就是契丹人 契丹人姓什么 叫耶律 耶律阿宝基 又是 又是 外姓 那经朝呢 经朝姓什么 完颜 就叫完颜阿古达 他的创始人 第一个皇帝 那西相呢 叫李元昊 开国的 可是他本来也 也不姓李 李是次姓 皇帝次姓 姓李 他本来也姓别的姓 那然后呢 那 五代十国 那个 梁唐靖汉州 那后州呢 就是被那个 被那个宋朝 宋太祖 赵匡印 接收了 就建立了宋朝 那为什么叫 北宋南宋 又是中间乱掉了 所以他那个 就建立北宋 那后来才会 变成南宋 那他后来 就是慢慢 把这些 辽啊 金的土地 慢慢收回来 所以宋朝 那宋朝历史上 他算是一个 国土比较小了 那汉跟唐的 版图比较大 那宋就比较小 因为他刚刚 从五代十国 就乱过来嘛 然后后来 那中间有一些过程 那就又变成南宋 那南宋呢 那么 就是 那个 那一段故事 那个 又被那个 金人 金朝很凶悍 那时候 那个 靖康尺 游未雪 而就攻倒到南宋 把那个 灰清二宗 宋徽宗 宋金中 因为宋徽宗 这个人不行 他是艺术家 所以他那个 寿金体很有名 他就喜欢画画 跟那南唐 李后祖 李玉一 喜欢画画 对国事 对国家没兴趣 结果金人呢 打过来 他马上 退位 传给儿子 宋徽宗 宋清宗 所以他叫 靖康尺 两个都抓走了 结果呢 儿子 宋高宗 起来 就宋高宗呢 结果出了很多武将 要帮他打 岳飞最有名 结果 十二岛金把岳飞 叫回来干掉了 就宠信那个勤快 当然这是我们读历史了 那实际上又有一点 中间又有一些过节 所以历史也不一定说百分之百 但是我们一般是这样子 接受历史是这样 所以那个宋朝就是很乱了 好 乱到最后呢 就是那个 金庸的小说啦 那个什么 社调英雄传啦 就是讲那一段蒙古 蒙古起来了 陈吉思汉 所以陈吉思汉呢 他不叫陈吉思汉 他的号 他的号 比如我们叫李总统啦 张院长 他的号称 他的名称是叫陈吉思汉 汉就是大王的意思嘛 他就陈吉思大王 陈吉思大王 就像法老就是王 你不要叫法老王 法老就是王 所以你讲法老王 就是画蛇天竹啦 那你说陈吉思汉 王 那汉就是王啊 但陈吉思汉叫什么 大家知道叫铁木真呢 可是铁木真是名字啊 是不是 那他姓什么呢 他总不是姓铁叫木真 不是 铁木真就是 就是那个 蒙古话就是一个字 铁木真 就是名字嘛 那他姓什么呢 他叫 波尔纸经 他姓波尔纸经 那蒙古话我也不会讲 波尔纸经 这是私底下叫他的 所以他名字叫铁木真 他姓是那个姓 结果蒙古呢 因为到底是外族 中国历史上 两个外族入侵呢 五胡乱含那些不算的话 因为那没有王国嘛 就是灭掉汉的 就是蒙古国跟那个清朝 就蒙古国因为是外国人 后来 朱元璋那些不高兴 得到他起义 就建立了明朝 朱元璋建立了明朝 那明朝 那朱元璋很凶悍的 杀人无数 但是大陆电视剧 有帮他平反 也帮那个雍正平反 说他是 是因为他这个交兵汉将 淮西 勋贵 那些大将 文称武将 恃宠恶交 不得不杀 但是 立场是杀人无数 那明朝 那明朝到了 晚期又不行了 又出来一个 崇祯皇帝啊 一辈子晚上 换了四五十个 五十多个宅相 一个皇帝换五十多 他觉得每一个宅相都不行 那你说 一个男的跟八个女的恋爱 就都不行 那到底是那八个女的有问题 或者一个女的跟五个男的恋爱 老是失恋 那到底你的问题 人家的问题 那五几个宅相都不行 那你自己崇祯有问题 因为崇祯是一个非常勤奋的皇帝 可是那就是疑心病很重 这个不信 那个不信 所以把那几个天王大将军啊 什么雄庭壁啊 什么几个 那个 袁崇焕啊 那几个祝国大将军 都干掉了 中了反间纪 那这个还不枉啊 所以就变清朝 清朝怒尔哈尔建的 但是是他的孙子吧 才才才才才来 就清朝的满清十三皇朝 可是你算了 你算了清朝的皇帝就十二个 就十二个 你怎么算都十二个 那为什么说满清十三皇朝 有人说多尔根也算 有人说慈禧也算 反正不管 反正算多尔根或慈禧才变十三朝 那当然清朝到最后 大家就清楚了 被我们的大陆 中国是叫革命的先行者 那台湾还有中华民国是叫国父 建立中华民国 然后到了1949 分裂成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在台湾的中华民国 所以大概从很简短的 二十来分钟 我们就了解 初步的了解一下中国 然后我们最后 马上讲 我们就从夏商州 到了东州春秋战国 然后被秦统一了 秦过来就西汉 东汉 那东汉末年就变三国 魏蜀武 然后就到了司马懿的西境 后来变东境 然后就天下大乱 五乎十六国 然后变成南北朝 宋齐良臣 南方 北方就是这几个东西 然后被阳间同意了 就隋唐了 那唐朝后来又不行了 就变又乱了 天下又乱了 又进入南方的五 就是南方的五代 跟北方的十国 南方就是宋朝 然后这是五代十国 但五代十国 接下来就是南方就统一了 就是宋朝 那北方还有这些 然后宋朝又不行了 就变成蒙古了 那蒙古没几十年而已了 被朱元璋明朝 然后被诺哈士的 他的孙子就顺治 就进入山海关 结果统治中国 中华大帝 然后最后满前末年 被孙中山伟大的国父 然后建立中华民国 那中华民国那时候太乱了 就孙中山 那太乱了 孙中山跟袁世凯 两个又争 那这个故事讲不完 然后到今天的两岸分治 好 今天讲到这里